现在讲一下三果和酥菜的不同的食法 若果酥菜买回来,如果是煮菜,大多数人会买到比较多 然后储存在冰箱里面,在低温下面播出 吃之前一定是洗的,这么多的 有些甚至是加工的,比方说切成片,掉,去囊,去脂,去皮 但是三果不一定,特别说苹果有些人买回来,它是放在空气中 苹果除非是买得很大量的,不必断来说,你放在台上 这就是一个过程,有些人在洗之前,用水冲一下就吃了,练皮就吃了 这个如果我们讲,从医学角度来说,你应该去皮 先清洗,就是我们讲的,洗滴去皮的过程 但是苹果这些三果,你不用烹饪,不是加益 是吗?只剩这两条,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做到,才可以做到去除农药 还有,三果去除虚虫的肉,用得更多 远远多过我们的素材 所以,对于三果来说,如果有家中过果树,你就知道 那三昆虫的虫海比率非常高 还有,是不同的虫类 有时候是这种虫,有时候是那种虫 有时候是那种虫 但是,撒虫的过程当中,你就使用 有时候,尊重用得温和食用 就是使用A种农药,B种农药,C种农药 ABC加在一起的损害,它的化学反应又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对于三果来说,最好是,洗滴去皮吃 去皮吃 那么,有些三果来说,我没有办法去皮的 比方这样,破地纸 第二,你怎样去皮呢? 当然,有些人都可以去皮 但是,去皮都很麻烦 但是,你如果不去皮,你一定要进入一定的时间 还要摆在智營空气当中的一段时间 当然,它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有一段时间 但是,你买回来,之后它不是坏的 它可以保存的 你都不要即买即食,小小等等 素材水与这个是不同的 是这个是不同的 谢谢。